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快九个月的时间去研发 曼泽三四年还在写 那产品配方是一支产品的灵魂 这灵魂是很重要的 一支产品的配方犹如一栋房子的地基 有好的地基才会有安全的住所 而配方师就犹如建筑师 替产品来量身定做一个有机制的有效率的设计 一个好的配方师除了产品药油 它的安全性跟效果以外 在于味道上的要求特别的高 那所以为什么会选择跟他们公司来配合 希望他们能够帮我精确世界最好的精油 是因为他们在全台湾 他们是手去一指的香精精油的一个进口商 Victor在找原料的部分真的是非常讲究 因为他还邀了我们去了一趟保加利亚 就是最著名的玫瑰谷 去看他们玫瑰所在的农场 对那为什么那边之所以可以长出这么好 品质这么棒的玫瑰精油 就是因为有它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会用玫瑰的原因是因为 玫瑰它代表了爱情 客户它的成分能够让子宫去安定 去温暖 所以它有很多功效 还有增进安眠 安省 美白 抗族的一些功能 Dr.V说保加利亚是全世界玫瑰最著名的地方 传承百年的历史 一年只有一季 运用古老的蒸馏工法 一点一滴地产出玫瑰精油 是相当珍贵且天然的 我相信有了最好的精油 有了最好的花水能够带给我们配方 未来在消费者身上能够发挥到最好的产品 一个效果跟安全性 所以我们所进口的都是指明 一定要欧瑰有最认证食品级的一个产品 仔细地在配方上琢磨 讲究完美 严谨地看待原料 遵循天然 然而在产品背后 其实多了一层为台湾争一口气的心意 过去这十年 帮国外的所有大小品牌写这些配方 没有任何一个品牌 上面秀的是Made in Taiwan 坦白讲伤得我而心 非常非常伤心 所以我才有那个想法 才有那个动力想要成立 为台湾成立一支 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品牌 最好的配方 好的品牌必须坚守天然原料严苛制作 秉持为消费者着想的领域下 设计出玫瑰系列 其中有保湿 美白以及龙胸的产品 过去你要丰胸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去服用这些女性磁激素嘛 可是它又有很大的一个磁癌的一个机率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目前所开发的这个 蜂胸产品呢 它是全世界唯一一支 是不含女性磁激素跟荷尔蒙的产品 找出问题 解决问题 运用胶原蛋白来代替磁癌原料 不论是蜂胸还是美白 每天空腹饮用 在口内含着15秒再咽下 这样让原料更利于被分解吸收 而保湿透过皮肤吸收 微小的玫瑰水粒子 来达到紧实以及呵护 希望能够做的产品 它能够更加的保护我们的一个消费者 我希望能够在产品上面呢 能够去进一个配方师储 应该进的本人去好好照顾 未来的这些消费者 能够更快也更安全的 达到消费者心里面想要的境界 我希望能够了解增的 不同的视频 用回落收